凤梨与荔枝的产期将至 现农会也将于6月16日到7月15日 举办2012荔枝凤梨节系列活动 并于今天14日在农粮署举办记者说明会 向大家推销本线优质的荔枝与凤梨 并现场体验制作草屯镇农会精心研发的新产品 吉利高 农粮署表示今年的黑夜荔枝因天灾关系 较去年减产三至四成 希望喜爱立志的民众预购丛述 以免项羽